日本米其林的一星 有銀座的GUCCI Osteria 居然入口即化 Udatsu sushi 壽司蜜是粒粒分明 好好吃哦 歡迎回來凱文翔的妹妹 今天這一支影片我們要來吃吃喝喝 大家都知道我常常會去日本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呢 餐廳 我們來摘星吧 來摘米其林星星 這一次呢 我吃了兩個迥然不同的風格的餐廳 一間呢就是來自義大利的GUCCI Osteria 另外一間呢就是 充滿了日式風格的日料 Udatsu sushi 這個GUCCI的這一間餐廳呢 可以是它全球的第三間 從佛羅倫斯然後洛杉磯 在2021年的10月28日 在東京銀座開售了它的第三間的精品旗下的餐廳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精品都會有餐廳 據說啦LV在銀座的餐廳也很棒 很有名字 所以我一直訂不到 話說GUCCI的這一間餐廳呢 雖然2021年才開幕 可是它在2022年的時候 就獲得了米其林的一星 那麼在東京掌舵的主廚叫Andonio 是一個還蠻年輕的帥氣的大鬍子的廚師 到了銀座 它的正面就是銀座的GUCCI的旗艦店 可是大部分餐廳都會希望你從背後 從背後呢你會看到一個窄窄長長的 整個像藝術一樣的牆面的設計 迎接你的是一個非常充滿文藝不新的大門 推進去之後呢接待人員穿著整身的這種GUCCI的服裝 迎鈴你走過一個長廊之後 搭電梯上到四樓的用餐 那麼整個的這個餐廳延續著GUCCI Osteria在佛羅倫斯這家店的風格 走的是文藝復興 現代跟過去交錯未來的感覺 顏色很豐富 它的用餐大概一共是48個座位 包含了它好像有十幾個這個露台區 還有餐前9的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小庭園 我選擇的是午餐因為晚餐我實在訂不到了 整個用餐的氛圍還有它的餐具的使用 我覺得很舒服主廚Antonio他說 他把義大利的料理的方式 結合了從日本的海山來的不同的食材 在每一個當季的實力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吃到這種義大利料理的風格 充滿了很多的這種日式食材 而且呢這個Antonio因為很年輕 所以他會有一些很特別的小心思 在每一道菜當中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個以榛果為主題的甜點裡面看 它是爆米花 然後剛才還噴上了香草榛果的這個 好像香水一樣的這個噴霧 這個前菜呢看起來好像是一顆櫻桃 但在義大利呢它可能裡面是類似像點點巧克力 可是在Gucci的餐廳 就是把它換成是鹹食 這個它裡面看起來好像有點像馬卡龍 有點像馬卡龍 但它其實是一道鹹的 這顆小可愛在這裡 感覺好像用一個小酒杯倒過來 然後放了這一顆 這一顆看起來是甜的 但它其實是鹹的 它外面是鴨桿 然後裡面放上了堅果 鴨桿跟這個堅果 有一種濃郁的奶香在打架的感覺 這一道濃郁的意大利麵疙瘩 它是用三個十個月的起司 然後下去熬煮出來的 那你可以另外選擇要不要加上白松露 我的這一份就是加上白松露 好香喔 這道主餐它的肉是日本產的精華豬 然後呢它利用了這個低溫的燉煮 其實裡面非常鬆軟 然後外面呢有一點點微微的焦香 再搭配上這個牡蠣燉煮出來的醬汁 居然入口即化了 接下來的第二間米其林餐廳呢是日料餐廳 話說我去日本這麼多次了 我沒有吃過板前壽司耶 板前壽司就是廚師坐在這邊 然後呢把它就每一道菜為你surf 這種很傳統的日式料理的風格 我從來沒有吃過 然後想說就訂訂看 結果訂到了這一間 還是沒有板前的座位 我坐在了包廂裡 這一間呢就是非常神秘 隱身在鐘木黑車站走路五分鐘左右的 小巷子民宅當中的米其林一星日料餐廳 Udazu Sushi Udazu Sushi呢老闆就是主廚 他裡面用有點類似叉吉峰的風格 中間的那一長條的桌子呢 是用一塊大大的原木 那麼主廚他每一天都會到風舟魚市場去採購 當天最新鮮的用料 然後回來準備 大部分好像米其林餐廳都只提供套餐 這一家店也是他提供套餐之外呢 他可以讓你加點 店的風格非常的簡單非常的單純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米其林的關係 我那天去的時候外面好多老外 怎麼會Sushi店裡面都是老外呢 到底Udazu Sushi吃起來是怎麼樣 首先先從它的壽司米來講好了 我對它的壽司米的印象非常深刻 如果不好的壽司米或者是處理的不好 你會覺得它會黏黏的稠稠的 有點糯米感太重 可是Udazu Sushi它的壽司米是粒粒分明 它不是那種捏得很緊的壽司米 它也不是那種煮得很爛的壽司米 它是那種就好像很棒的義大利麵 你在吃的時候 那種還會有一種麵心的那種麵粉的感覺 它真的Sushi喔 它會吃到一點點米心 外面的壽司醋 它卻又把外面浸潤的很濕潤 壽司米的口感吃起來很特別 我覺得它有它自己的風格 這一次可能是為什麼在這麼多的日式料理當中 米其林會給予它一新的榮譽 我也覺得就是它在壽司米這個部分 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可能如果你是那種很傳統口味的人 會覺得它的壽司米好像不是你傳統當中的壽司米 但也因為這個樣子讓我發現了壽司米不同的這種口感 在Udazu除了壽司米之外 它每一個盤子都好漂亮喔 它每一個盤子都像是一個藝術品 那個盤子都是非常特別的日式的采釉的盤子 那它的套餐結束之後 它會問你有沒有吃飽啊 要不要加點 它會告訴你它今天有的新鮮的魚料 有些什麼食材有些什麼可以幫你加點 所以我們來看看我在Udazu Sushi吃了些什麼 打回報告打回報告不得了 一般像這樣子的做法就是用乾冰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煙是不同 它好像是燒過木材的那種煙 然後把它放進去 基本上應該是鮪魚 好好吃喔 入口即化 然後它經過了一點調味之後 讓那個魚肉整個像雲朵般在嘴裡化開來耶 這一道它外面是炸的豆皮 然後裡面是安康魚魚乾 然後呢有一片醃漬過的蘿蔔 口感非常豐富 這道是壽司 就有點類似像我們平常在台灣 可能會吃類似像熟捲 它這裡面有很多的蔬菜 這是沒有魚的 這個蝦看起來好像就是蝦 它裡面藏了另外一層白蝦在裡面 然後透過上下不太一樣的溫度 形成不同的蝦的這個握壽司的口感 這道是湯品 然後呢中間看起來像魚丸的它是Snow crab 它的那個血腸蟹肉的下面呢其實是飯 吃起來有點像茶泡飯 以上呢就是我這一次在日本吃的兩顆星星 就不管到哪裡喔 不一定要去吃星星啦 這次要拍給大家看看 因為很多人就是你可能去 某一個城市觀光的時候 你想要吃些美食 但是你無從下手無從選擇 通常米其林就會成為你的 搜尋的目標之一 我覺得日本啊從上到哪裡東西都很好吃 尤其像大阪拍一門市場也很好吃 對不對 食材又新鮮 大部分都是很新鮮的對不對 所以呢 訂不到沒有關係 負責不起這個價錢沒有關係 我們看看就好了 因為生活裡面周遭到處都是美食喔 喜歡看這樣子的影片 歡迎留言鼓勵我 但也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 全部提醒凱文小的美 我們在下一個美食之旅再見 好想洗臉喔 感覺好像看到了我的Basic的解嚴慕斯 好像鮪魚在洗澡喔 這家好特別喔 你要去把那些解釋 再給你一起來 我也要來